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岁钱是给别人祝福的时候给的这个钱 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给压岁钱 是过农历春节时 长辈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 是过农历春节时 农历就是阴历 中国古代的日历 今天是农历2020年4月初十 就是4月10号 是新历2020年5月2号 所以农历和新历之间是有时间差异的 中国古老的年和现在我们使用的西方的这个公园 是有一定差距的 日子上 春节时 长辈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 长辈就是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人 比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是我们的长辈 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 包裹有两个意思 动词和名词 第一个 动词的时候就是包装 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 第二个就是邮局或快递寄出去的东西 这个叫包裹的钱 是表示把祝福好运 带给他们 是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 无名纸上戴着戒指 是表示已婚 把祝福好运 带给他们 把嬷嬷带给嬷嬷 这是连在一起用的一个语法 祝福好运带给他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给红包 什么时候给红包 农历春节的时候 这些父母长辈给小孩红包 表示把好运给孩子们 据传 明清时 压岁前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 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裹 据传 据传的意思就是听说就是以前以前的老故事 我们听说的意思 明清时 民国以后 这个是时间表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历史时间表 现在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是中华民国 就是现在的台湾政府 中华民国 在民国之前就是清朝 在清朝之前就是明朝 我们来看一下 明清时 明清时就是 明清时 明清时就是这个时期 公元1616年 公元1368年到公元1840年这个时间 压岁前 压岁前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 赐给孩子 用红绳 红绳就是红色的绳子 串着 串着的意思就是用线或者棍把东西连接起来 大家都知道的羊肉串 羊肉串就是用一根棍子把羊肉连在一起 对吧 串着赐给孩子 赐给就是送给的意思 送给孩子 是什么时候 明清的时候压岁前不是用红色的红包放着的 明清的时候压岁前不是放在红色的信封里的 而是用红绳串着送给孩子 明国以后 明国以后这个时间表 明国就是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以后 则演变为用红纸包裹 演变就是变化发展的意思 就变成了用红纸包裹 就变成了红包了 明国以后 现在饭纸包着前的红纸包 饭纸的意思就是管饭的纸 大概表示大部分的意义 大部分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红包就是包着前的红纸包 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 用于喜庆时 喜庆是什么 好日子 比如说结婚 过年过节 这个就是喜庆 馈赠礼金 馈赠就是赠送送给的意思 礼金就是钱 现在是在解释红包是什么 红包是什么 每个时期的红包是什么样子 明清时期的是用红绳串着送给孩子 明国以后呢 就变成了用红纸包裹 现在什么时候会用到红包 喜庆时送给对方钱的时候会用到红包 每年春节时期有发红包的习俗 习俗其实就是习惯的意思 我们个人的我们叫习惯 地方上的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有的习惯 我们叫做风俗也就是习俗的意思 部分地区是已婚者发给未结婚的亲友 部分地区就是少部分的地方 是已婚者就已经结婚的人 发给没有结婚的亲戚或者是朋友 发红包的习惯一般只存在于比较近亲 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 发红包的这个习惯一般只存在于 只存在于的意思就是只在某某有 只在什么地方有 只在什么关系中有 只存在于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 就是发红包的这个习俗只有在关系比较好的亲戚和朋友之间 才会互相发红包 如果我们关系不是很亲近 不是亲朋好友的话 是不会给你钱的 也有部分地区新年发红包的范围比较广泛 也有部分地区就是有的地方新年发红包的范围 范围广泛是连在一起用的哈 范围广泛的意思就是范围很大 面积很大量很多 例如邻居家的小朋友 普通亲 普通交情的同事之间都有可能发红包 但这种红包内的金额往往比较小 红包里放上10元20元等 就是说有的地方呢是已经结婚的人 发给没有结婚的人 而且只存在于亲戚和朋友之间 但是有的地方的人呢 这个除了亲戚朋友之间以外呢 还发给邻居家的小朋友 或者是普通交情 交情这个词语就是关系哈 我们说交情深就是关系好的意思 普通交情的同事之间也会发红包 就是有的地方的同事之间也发 但是这种红包内的金额往往比较小 金额就是钱的数字 金额往往比较小的意思就是钱很少 这个红包里放的钱很少 红包里放上10元20元等 人民币10元20元的意思哈 往往的意思就是长长的意思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 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时间表 汉代是什么时候 汉代就是这个时候 汉代有分西汉和东汉 就最早压岁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哈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最早的红包是从汉代开始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国志是东汉到西境 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的故事哈 三国志是东汉到西境 那么红包是最早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压盛钱 这个字在这儿不念厌 不是讨厌的厌哈 这个字在这儿念压盛钱 就是压岁钱也叫压盛钱 或叫大压盛钱 大压盛钱 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什么意思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是在市场上可以使用的钱 在市场上可以使用的钱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像现在的比特币比特币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所以以前压岁钱叫压盛钱或者大压盛钱的时候 是不能用的钱 是为了佩戴 玩赏而专注成钱币形状的币写品 为了佩戴 为了佩戴 玩赏 佩戴的意思是什么 把刀 枪 玉 挂在腰上 挂在腰上就叫佩戴 玩赏 玩赏的意思就是用来玩 看的意思 而砖 铸成钱币的形状的币写品 砖就是砖门 只用于筑成钱币形状 筑成 筑是什么意思 筑就是把金属融化以后做成一件物品 就叫筑 钱币形状 钱币形状的币写品 什么是币写品 币写品就是保佑自己平安 不遇到倒霉事的东西 就叫币写品 有很多项链 或者是手镯 都是避写品 西方最有名的避写品 就是十字架 对吧 好 这种钱币形式的佩戴物品 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 钱币形式的佩戴物品 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 有的正面 筑成钱币上的文字 和各种吉祥语 有的正面 有的正面筑成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品 正面 我们这个钱币 硬币是分正面和背面的 正面 背面 有的正面筑成钱币上的文字 文字和各种吉祥语 吉祥语的意思就是好听的话 大家最清楚的中国最好的一句吉祥语就是什么 万事如意 对吧 这就是吉祥语 如千秋万岁 天下太平 去央除凶等 这三个都是吉祥语 千秋万岁 就是千年万年 岁月长久 长长久久的意思 天下太平 就是世界和平 peace 就是这个意思 去央除凶 就是把不好的都去除 把倒霉的都去除 是这个意思 背面著有各种图案 图案就是画的意思 图案 文字图案 有的人喜欢文字 有的人喜欢图案 如龙凤 龟蛇 双鱼 斗剑 星斗等 民间认为 分压岁钱给孩子 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 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他们 而化凶为己 民间认为 民间认为 分压岁钱给孩子 分 就是一个东西 给两个以上的人 我们就叫分 有的说分钱 分蛋糕 这是一个动词 分 分压岁钱给孩子 当 恶鬼妖魔 或年 去伤害孩子时 恶鬼妖魔 就是这些鬼 很恐怖的 人很害怕的 这些东西 年 我们知道的过年春节 一年又一年 2020年 其实这个年在以前 在传说 年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 它就是恶鬼妖魔 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 大家为了驱逐年 所以才放鞭炮 为了赶走年 所以才放鞭炮 吓唬它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 中国从那个时候 有了过年这个风俗 去伤害孩子时 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 他们而化凶为吉 贿赂 贿赂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给对方好处 比如钱或者其他东西 贿赂这个词语呢 经常在官员 政府官员之间存在 A贿赂B 他们而化凶为吉 化凶为吉的意思就是 把坏的变成好的 就叫化凶为吉 为此还有一种 名副其实的压岁钱 是由晚辈给老人的 就是为了化凶为吉 就是为了这个化凶为吉 还有一种 名副其实的压岁钱 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的意思就是 名声和称谓一致 做的和说的一样 真的 比如说 她是名副其实的美人 就是真的美人 真的美女 没有做过整容手术 是天生的 这种名副其实的美人 李小龙是名副其实的高手 是真的高手 是这个意思 名副其实的压岁钱 是由晚辈给老人的 大家都知道是 普通的压岁钱 是长辈给晚辈 但是这里是晚辈给老人 就是晚辈是什么 年纪小的人 我们叫晚辈 那年纪大的 我们叫长辈 就年纪小的人 给年纪大的人钱 岁就是年岁 一岁两岁三岁的这个岁 就是年岁 岁数压岁 意在期盼老人长寿 压岁压岁就是什么 希望他长寿的意思 压岁长寿 岁就是年岁 岁数压岁 就是把这个税数压在那里 不要让他增长 不要让他变老 或者让他越活越久 是这个意思 所以压岁钱 其实名副其实的压岁钱 是希望一个人长寿 是这个意思 期盼的意思就是希望的意思 期盼的意思就是希望 好 在异国他乡 异国他乡的意思就是 别的国家 外国 别的地方 不是自己的故乡 就叫异国他乡 一些与华人有往来的其他族裔朋友 对华夏的红包文化也是随俗立行 一些华人与华人有往来的其他裔族朋友 华人是什么 华人就是汉族 华人不单是中国人 比如说在海外生活的这些汉族 他们说的是英文 也不是很懂中国的文化 但是他们也是华人 明白吗 是汉族 所以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韩国 日本 美国 都有很多华人 华人有往来 往来就是经常来往的意思 有关系 经常联系的人 叫往来 其他族裔的朋友 族裔的意思就是种族 民族 一些与华人有往来的其他族裔的朋友 对华夏的红包文化也随俗立行 华夏的红包文化 华夏是什么意思 华夏就是中国 中国人也叫华夏民族 红包文化也随俗立行 随俗立行的意思就是按照民间的风俗做 就是这些不是中国人的 不是汉族的朋友呢 他们和汉族来往的时候呢 也会给汉族红包 按照汉族的惯例 按照汉族的风俗 给汉族红包 民间如此 社区公司也奉行如意 民间如此 就是普通的民众之间也是这样 社区还有公司也奉行如意 奉行如意的意思就是按照规定 惯例去做 其实和这个随俗立行差不多 这两个词语 除了春节以外 在其他喜庆场合 例如婚礼 新店开张等 亦有送红包的习惯 春节除了春节以外 就是除了春节 在其他喜庆场合 喜庆场合有哪些 比如结婚 婚礼 结婚的现场 婚礼 新店开张 这些开新店的时候 等 亦有送红包的习惯 结婚 还有新店开张的时候呢 都会有 送红包的习惯 亦有的意思就是 同样有 一样的会有这种习惯 但是相对于春节红包来说 贺礼红包的金额 往往不菲 就是相对于春节红包来说 跟春节红包比起来 贺礼红包 就贺礼是什么意思 贺礼就是庆祝 时赠送的礼物 这个就叫贺礼 贺礼红包金额 往往不菲 金额 就是钱 往往不菲 不菲的意思是什么 金额不菲的意思就是 很多 给的钱很多的意思 就是春节的时候给的少 但是你去参加婚礼 或者是新店开张的时候 金额不菲 就是给的很多 春节的红包很少 婚礼 新店开张 这些红包给的会很多 钱会很多 好 这篇文章呢 主要就是来讲 压岁钱的风俗的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一 关于压岁钱的说法 下列正确的是 A 数目一般较少 你看这里说了 这个金额不菲 就是数目很多 是婚礼和新店开张的 所以这个A是错的 B 邻里之间不发 这个也错了 邻里之间是发的 邻里之间是发的 你看部分地区新年发红包的 范围很广 例如邻居家的小朋友 普通交情 这个就发了 所以呢 B也是 错的 B也是错的 C 不止发给小孩 不止的意思就是不单 不止不单是小孩 其他人也有 对 正确答案就是这个 嗯 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说了 邻里之间的小朋友 还有普通交情的同事之间 都会有可能发红包 就不止小朋友 不单是小朋友 也会有同事 好 正确答案就是 C 就是C 不止发给小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D D哪错了 最初用红纸包裹 最初不是用红纸包裹 最初是用红绳串着 嗯 在汉代的时候 用红绳串着 嗯 好 这个就是第一题 二 最早的压岁钱 A是纸币 纸币是什么 纸币就是用纸做的钱 叫纸币 现在我们都是用纸币 在中国呢 用支付宝 但是在海外 还在用纸币 币 用作辟邪 辟邪是什么 辟邪就是避开 那些鬼啊 不好的啊 脏东西 辟邪就是 让这些倒霉的事 不要靠近我 不要遇到倒霉事 这个就叫辟邪 用作辟邪 最早的压岁钱 用作辟邪 C 可以流通 哎 不是 D 用红绳串着 用红绳串着 我们看最早 我们来文章里面看一下最早 最早的压岁钱 好 最早的压岁钱是汉代 汉代的压岁钱呢 它是市面上不流通的 是佩戴着 玩闪的 它不是用来买东西的 它只是一个装饰品 装饰品 上面会有这个文字啊 吉祥语啊 它的作用是去央除胸 哎 的 的 避邪品 哎 好 正确答案是 B 用作避邪 哎 最早的这个压岁钱是佩戴 在腰上的 一个 呃 前臂形状的 避邪品 可以流通吗 不可以 呃 就佩戴在腰上玩的 用红绳串着 红绳串着 不是 不是汉代 是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再来看一下 三 关于 送红包的风俗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源自于 明清 呃 源自就是从某某开始 从明清时期开始 清代明代和清代时期开始 B 不适用于公司 就是不在公司使用 哎 发红包这个习俗 不在公司 嗯 C 金额越大越好 哎 D 以流传至海外 嗯 以流传至海外 正确的是 D 源自明清吗 是从明清时候开始的吗 不是 是从 汉代的时候就开始了 从汉代 汉代的时候就开始了 哎 对吧 那么 不适用于公司吗 这个也是错的 文章中提到了 社区和公司都会相互发红包 金额越大越好 也不是 啊 也有的地方 同事之间只送十块二十块 对吧 最后一个 以流传至海外 对吧 在国外 外国人 也会给中国人发红包 我们最后的这个段落 就是在讲 在异国他乡 异国就是外国的意思 与华人往来的族裔 就是这些外国人跟汉族来往的时候呢 也会随俗力行 也会给中国人 也会给汉族红包 好 四 最适合做上文标题的是 上文标题就是给这个文章起一个名字 哪个比较合适 A 避邪的方法 避邪的方法就是去除不好的东西的方法 B 长寿的秘诀 秘诀是什么 秘密的方法 长寿的秘诀 C 发红包的日子 发红包的日子 D 中国人的压岁钱 中国人的压岁钱 最合适的应该是 中国人的压岁钱 因为整篇文章都是在围绕着压岁钱展开的 好的 这个就是HSK六集阅读部分 谢谢你们的收看 辛苦了 再见